我国患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多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 一部分的年轻人也难逃高血压疾病的莫障 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在15岁的人群当中 患高血压的概率甚至是已经达到了24%左右 青少年患的概率逐渐增高 这些高血压人群到底要怎么样控制血压水平呢 实际上控制血压也要有针对的方法的 教大家用以下这五种方式 让你的血压水平平稳下来 一、高血压人群需控制油、盐、糖的摄入 油、盐、糖都是厨房中经常用到的调味品 在做一些美食的时候 用到的次数会相当多 而其中的盐是诱发高血压的主要原因是一 除了要少食盐 油跟糖也都不能忽视 油食用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危险 而吃糖超过了健康的范围50克 对于高血压人群最好控制在25克 将跟糖尿病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高血压人群在控制这些调味品的时候 先要做到烧法 后要做到用适合自己的调味品 可以食用滴纳盐、植物油等 二、高血压人群需少食油脂含量高的肉 换了高血压之后 有一部分高血压人群会不吃肉 这样的方式会让你体内极易缺乏 把优质蛋白质、铁元素等等 吃肉是必要的 要健康吃、毒油脂含量高的肉 肥肉、油炸过的肉、肥瘦相间的肉 都不是高血压人群的好选择了 那应该吃哪种呢? 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 吃肉要遵循高蛋白低热量 吃去皮过后的禽类、鱼肉、虾肉 既不会热量很高 还能够为机体提供需要的物质 对控制血压也有益 三、高血压人群需少吃隐性糖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的隐性糖 主要说的是人工加的糖 如我们平时会食用的蜂蜜、果汁、甜品、零食 带有奶油味道的小吃等等 高血压人群要少吃 多吃只会在影响体内代谢水平的同时 让血管中的压力变大 不利于血压水平的控制 四、高血压人群需建烟酒、吸烟跟磕酒 都会对血管造成损伤 在长期的伤害下 还可能会让血管变得堵塞 狭窄或者是让血管壁变薄 进而让血液不易通过 有了升高血压的危险 尤其是其中的吸烟 不只是自己要戒烟 也别接触二手烟 三手烟 对控制血压水平会有很好的保障 五、高血压人群需做适量运动 对大多数病症来说 运动都是促进身体健康以及病情恢复的辅助方式之一 高血压人群坚持运动 一则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 减少了血管的堵塞危险 二则还可以让血压的更加稳定 对整体健康有益 各位朋友 你还知道哪些可以控制血压的事都是怎么做的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室